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不杀国战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拍国战录像 这两拍国战录像也都是我直播时候打的 然后关于具体想说的内容 咱们就共同看国战录像就可以了 废话就不赘述了 先看第一局吧 这个选件的话都可以 你可以选黄中卫言 也可以选庞泽貂蝉 都很强 貂蝉这就自不用说了 黄中卫言也很强 选哪个都可以 当时我选择了庞德貂蝉 这局录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一号位首亮刘备 这里面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就是确实特别弱 就是想亮将防元哨 还有一种162已经吓尿了 以为是嘴哥 还有一种就是他另一个将比较强 他就亮一个刘备先示弱 让你们没人防他 因为刘备嘛 如果都会玩的话 没人去鸟刘备的 而且你打刘备打不死 他会帮助对立方 你会很恶心的 有这两种可能 如果这个人会玩的话 很可能藏一个厉害的将 也是存在种可能 然后刘备直接开了一记 拿马上就过了七手 并没有选择盲 也不想拉太多仇恨 153也直接过 看看这位吓尿的是什么 家伙 从他这种语言来说的话 应该是群的可能性 并不很大 然后这个没有卖 一般情况下 就是棋手三选不卖的 你可以先标一个飞位 至于以后的走势 咱们再说 对不对 至于以后的走势 走成什么样 咱们再看 你现在心里有那么一点谱 并不是说 因为路人局 并不是说是一定的 然后这个人自己 只比看了196的 这个人还挺阴 先放外面 轻我闪 然后再顺勇 是我的好派 好吧 但是我这个时候 是不会动的 我也不会撩你 棋手 就是棋手有人用 自己这笔看过谁 互相谁看过谁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到后期 对于你判断身份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这种就是三血不卖 咱们暂且都标飞位 因为有一些三血不卖的位 而且还有一些人喜欢藏 对吧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也是洗手 开了一件OE 他也是洗手 开了一件OE 然后刘备就是 刘备觉得他开OE 不像好人 就给贴了个乐 好吧 而且这时候不要话多 话多是容易引来杀身之祸的 然后其他人都纷纷没有动 场上有一个名将的时候 暗将少说话 你说话就容易吸引他的注意力 吸引他的注意力就不是什么好事 这局 前面几轮都比较闷 大家都没有动 其实场上唯一出现进攻倾向的就是186 和这个196 他俩互相看过 那不是互相看过 是186看过196 这时候没有人愿意去搭理刘备 看看刘备怎么玩 刘备这个跟这个洋葱头杠上了 又给洋葱头切了个乐 洋葱头你就赶紧闭嘴吧 不然的话一会儿还得干 好 还是没有人懂 并完全看不出什么身份倾向来了 这里面 这里面没有人打刘备 并不能一定说是大鼠 因为刘备本来是一个弱将 他不是说一个强将一个吕蒙 假如说出个吕蒙都没人打 就很有很有可能是大吴了 我没有挂连弩 因为我觉得有刘备 亮有名将 我也用不着连弩 挂连弩并不是特别好 而178直接射了一下原位 这种只能说 我只能说明他吃吴的概率比较低 因为这种 就是都没人动的情况下 你直接就忙三血的 你有试探三血漫外的倾向 所以一般 而且吴国盲居的话 吴国很少盲居三血的 又是一轮还是没有动 已经新排队了 当然了 我也没有动 不会动 因为我这个牌 我也没有防具 也没有防御计 我去招了谁 只能继续观察一下 现在单刘备一个名将 也并没有什么威胁 对吧 刘备又开了一季AOE 反正就 基本上就留杀闪淘这种 就可以了 防御住AOE就可以了 你看 杨鲁头又说话了 刘备这猪牌的 你还说话 刘备一会儿 这新牌子又给你贴个乐 然而刘备脱管了 脱管随便扔了一张 过河拆桥 也有可能是他已经扔好的 然后这162就 离馅了 离馅的话 就并不能说明什么了 看有没有人杀离馅了 最近我经常碰见 有人杀这个逃跑的 一下子都杀出个毒菜了 你们打的时候 不要去补刀那种医学 逃跑离馅的 你说你补刀了毒菜 你冤不冤 好178也把脸肚扔掉了 看起来他也很怕 刘备的样子 这局的精彩 其实都在后面 前面的话都没有 纷纷没有动 153之以这笔 看了一下我的主将 然后直接捅了一下下家 这种说不好 他是什么 他有可能是 他有可能是群看了我 对吧 然后他去补刀 然后你看这人就去补刀 你补刀毒菜怎么办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 那个153有可能是鼠 把看了我一下 装一下 然后先把人杀了 他知道有队友 这都是有可能的 继续过了 没什么好处的 这时候没有什么打击目标 但这个186的 也没有去杀这个 196的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情况 就是一个就是 他是非鼠的 他不愿意 就是说 因为刘备在这儿亮 他不愿意给刘备打工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们都是鼠 我说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100洋葱头和这花 花不如酒都是非鼠的 他不愿意给刘备打工而已 然后刘备有没有动 要不然就是他们都是鼠 在这装 装装装 然后这开了个桃园 大家都回一下学 燃病卵 这我怎么感觉 打了一圈 十分钟了 大家又都满状态了 就是死了一个人而已 好 这人开始动手了 开始动手了 这就不好说了 我直接顺着他一八卦 过 我肯定不会顺着他刀子 因为我也不知道 到底这两个互相打的人 到底是什么 好 这个人178的够坏了 先喝一口酒 然后再放外面 叫你们不敢闪 其实他压根就不想出杀 非常的阴险 结果这196反杀回去 把小潮杀出来了 那就证明他非武 但是他直接量为话陀 他是因为是血量撑不住了 hold不住了 就直接去了 就直接去量话陀 加血了 这时候 其实话陀就是我的一个探测仪了 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急需知道剩下三个暗将的身份 这话至于话陀保不保 就取决于其他三个暗将的身份了 这么说吧 如果其他三个暗将 没有群了 我是 我肯定不会保话陀的 我就把他卖掉了 如果其他人还有群雄 我可能会考虑留话陀 咱们接着看 153的还是没有动 好 这个人首先拆了话陀的刀 跳了一个飞群 OK 那我就还要继续观察 小条这回合没有动 应该是没有杀 或者说他不想动了 这牌我就不动了 也没什么好动 还需要观察他的身份 他扔五骨扔五蟹之中也不好说 而且就算他是群 他也不太敢开五骨 你这开五骨有点 对吧 招别人打了嫌疑 看看刘备怎么打了 看刘备是不是会玩的 懂得压暗奖号 刘备这时候应该还算理智 并没有盲目去打话陀 好 他也跳了一个飞群 那也就是说厂商 至少说这两个人已经是飞群了 如果他也是飞群的话 从我的视角 我是一定要卖掉话陀 因为如果我强行救话陀 最终的结果就是 这几个暗将都在打话陀 而我也去打话陀 然后这几个暗将冲上来 把我们两个都摁死了 然后我们就白白给暗将打工了 我才不做这种傻事 既然你们都打话陀 就把话陀卖掉好了 等到话陀死的时候 我再亮个庞德 那样的时候 我就没有嘲讽了 反而是暗将的嘲讽高了 对吧 就是我又摸了一个知识之笔 好 看到一下 他是胃 那现在我就非常非常确定了 场上没有群雄了 这时候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一定一定不要保话陀了 卖掉他 甚至我还会做出 往左断臂的事 你要是抢保他的结果 就是你俩一起死 让暗将白白的减便宜 这个灯也没有动 因为他也不明白 他因为他也不知道 产生对面的几个人 都是什么情况 华陀 反正你就自己奶爸 能活多久 是多久 当然了 他杀我一刀就杀吧 他觉得我一直没杀小乔 这也没什么 你杀吧 反正我也是要卖掉你的 他跟刘备怎么玩 我觉得刘备如果理智 他是不会杀华陀的 因为全场都在杀华陀 他没有任何必要去杀华陀了 对吧 全场都在杀华陀 就证明不是大缺 所以他没必要去多捅 华陀一刀 没有意义 对吗 这个153的这么拼命的打华陀 在我的视角看来 他应该不是位 他就他有队友的 对吧 他有队友的 然后咱们接着看 看我摸什么牌了 这个牌啊 怎么打 是你怎么打 我直接掏出武器 挂起来 砍华陀一刀 把他剁了 因为你不剁 他他也是死 所以索性你把他剁了 让别人摸不清你的身份 这样的话 其他的 位 属 他们摸不清你身份 他们就并不敢乱帮你 因为你杀了华陀 这个华陀是必死的 这种局面下 一个必死这人 何必去拐 然后这个人又卖了一个萌 杀人亡 也不想拉嘲讽 这局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华陀整局都没有走 不知道他在期望什么 他在期望奇迹发生吗 因为全场的人都在宠他 按理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 然后这个华陀特别有意思 全场没有走啊 没有离开啊 好 这个开了一个AOE 把国家打出来 那我知道他是国家瞪爱了 然后153.7杀 没有去杀 他也是不想拉太多嘲讽 好 这个人去拆了刘备 又跳了一个飞鼠 OK 那也就是说他是魏无了 OK 其实我要是他 我肯定杀一个 杀一刀这个人 没有理由不杀这个人 这个人 基本 这个人是你必须要压制的 这个人 非常活跃 而且状态特别好 现在我是知道 我是自己一伙的 我没必要去 去那个去搞谁 没什么好搞的 让你们去搞 我现在要做的 只是保存自己的实力 好 他看了我了 好 他看了我的貂蝉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 他肯定不怕我 他有原因 其次的话 他知道 这个刘备应该是比较理智 他知道 就剩我一个群了 他去打198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这个198的去 拆了他的刀 没有任何问题 他肯定优先把这个人打死 继续 欧益搞起 你看这个刘备 就是我之前说的 他上来单量刘备 既防了袁绍 又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别人看 单刘备一般情况下 不带 不愿意去打 最后 亮出归月鹰了 好 邓爱也出来了 囤了一手天 搞了一个顺手 他直接给了198一张 他这个是可以给的 因为现在刘备 就是打的比较猛 首先这个人是飞鼠 你可以联合他一下 给一张是没有问题的 至少你给张杀应该问题不大 就算他是武也问题不大 好 这个人果然是个飞味 直接去决斗国家 我是不会去救的 这个人这么打 非常非常的像 蜀国 反正在我眼里 这个人已经残了 国家也残了 我是不会打的 我要打 我就先打他 反正你不是群 跟我没办毛钱关系 好 夏尔敦追亮将 当时一位刘备排多 他怂了 不敢去刚烈 而且我觉得 他可能有一种考虑 就是考虑 这个人会不会打他 其实这个人 根本就不可能是为了 其实当时就应该亮了 就算 就算刚烈没啥太大意义 但也得出来刚烈吧 然后你不还是得去杀他吗 杀他一刀 应该会冰他一下 这徐晃亮将了 好 丁凤也亮将 这丁凤是想收人头来了 这是一看就是个收人头的架势啊 其实小桥不应该打得过猛 你借刀我就给你 我不出啥的 我不出啥的 因为我这杀一刀过架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的 就去骑牌过就可以了 谁也不杀 没什么好杀的 而且这时候可以单亮了 因为 因为这时候我亮庞泽的话 就是场上已经没有我的队友了 你就亮个庞泽看看就行了 就意思我自己一会儿不拉嘲讽了 惹不起你们 结果他妈的这个灯爱过架 摸了铁锁 既然他有铁锁 他肯定就 对吧 他反正也快死了 他就不省了 把我以后捆绑起来 小桥他不敢捆 那我就躺着中枪了 没办法 那这这没办法 人家正好有铁锁 他要没铁锁 他肯定不会打我 他肯定去打鼠 还有那个暗将 对吧 然后他也是 挂了个闪电 薄命了 看一看刘备这回我怎么打的 刘备并没有 哎呀结果还添度了一个酒 刘备并没有起爆 那他只能把牌给暗将了 没有办法 暗将也是拼了命了 屈杀 下欧敦了 空城了 这暗将还藏 这有什么可藏的 都快死了 除非你这个什么 赵云什么的 没有任何藏的必要了 好 丁锁被冰了 这回头也不动了 OK 我这回肯定要晾将了 因为你郭家搞我了 我必须得搞你们 而且我要是不搞死你们 你后面就很有可能 把我们给搞死 而且我要让他裸奔的 然后把这个刘备收掉 这个乐就不用贴国家 贴暗将 因为暗将他不晾将 你不晾将 我肯定压制你 对不对 留一闪 一无邪过就可以了 现在局势的话 其实现在局势 这祸就是必死 这就是补脑猥琐 你这不晾将 你反而是先死 因为你跟厂上任何人都不是一伙的 那你就按着死好了 对不对 他就是非要跟月鹰站在一条船上 最后就跟月鹰一起死了 这肯定打死你 没什么悬念的 因为他是 这时候小条肯定敢打死 因为他是无头又亮了 为什么不亮 对不对 我并没有无懈闪链 这时候我肯定 这时候我为什么拆闪链呢 因为小条不怕 这国家老天度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不对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我肯定是拆闪链 然后接下来的 就是我想办法打死国家灯爱 跟小条单挑 就稳了 小条 我也不用管他 这回合先不动 吃个桃子过了 先观察一下 看到他们是不是要打我 当然他们理论上来说 应该会打我的 首先貂拆比较厉害 其次我还挂个八卦阵 由于那边有寒冰 所以我就没有闪 我怕一会儿 这个判个黑什么寒冰我 我不想让他拆我的八卦 结果呢 他还是把我八卦拆了 这个悲剧啊 幸好天度了 我先离间 看看能不能压国家的血 看看能不能打死国家 打死国家机会就大了 当然了 这个小条也比较机智 知道他打不过我 这时候肯定不能先吃草 可能是先放优异 他机智的救了国家 希望国家帮助他打压我 这一下旧子是没有问题 从他的视角来说是没有问题 从我的视角来说 我是不开心的 对吧 我有两个闪就闪了 对吧 接下来的话 我宁愿送人头给小条 我也要让国家死 是必须的 必须死 这时候小条没有桃了 那接下来就是单挑的问题了 至于摸牌武将和摸牌系武将和小条单挑很简单 你就等寒冰过拆顺手 还有多杀进攻牌 或者你手里有大量桃子 你再去搞 没有的话你就过 就每回合过 反正你摸牌比他过牌比他多 他每回合摸一张杀都不可能的 对吧 你就过就可以 你就老老实实实 稳稳的打 你看像我这种牌 肯定不会进攻的 我肯定不会杀你的 对吧 你这火攻肯定火攻不中的 我两个黑桃 你就攻不中 没有任何卵用 他选择了寒冰 那这下我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我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拍 这时候就稳固防守 只要守住了就赢了 有很多人单挑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归缩 什么时候该那个进攻 这时候我就不信他有杀 因为而且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杀 他上回头就没杀 我肯定初杀 就算他有杀 我还防止他杀我一刀 这时候肯定跟他拼杀的 好加一马来了 不错 当然他有钉缝 其实加一马 意义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也不错 接下来问题就是 我要把寒冰拿回来 基本上就很稳了 总之就是手牌不好 不进攻 就是憋 憋就可以了 九杀 闪 对吧 你就憋着就行了 他打不死你的 你不动 你觉得一个小条 怎么可能打死我 把他距离下了 把寒冰下了 主要是因为是寒冰 寒冰比较恶心 别的倒还好说 就剩我手牌 我觉得这没什么意义 他还不如剩我加一马呢 虽然他剩我加一马 他不能挂 但是你剩我加一马 一会儿 一会儿你就不用 假如说我拆了能减一 你就不用了 一个分训什么的 对吧 这时候我有桃源 有两个桃 所以我可以搞他一下 当你有防御的时候 就可以适当的去搞一搞他 对吧 这时候我想到了顺盾 因为我觉得丁凤 不缺距离 就剩下盾 这时候因为有桃源 可以回忆雪 不杀白不杀 就杀了他 慢慢 你就慢慢养 慢慢下他装备 他肯定是打不过你的 把他装备慢慢都下掉 他如何能打得过你 排查越打越大 你看 从他有装备到我现在神装 这就是通过排查打出来的 对吧 有一个桃子多 溢出了 所以就杀一刀 慢慢等过他顺手 双杀牌 很容易就打死他了 对吧 他的剪金还是要顺的 让他分 就算他奋训兵 我还得费一张牌呢 对吧 桃子比较多 所以随便搞一搞 杀就闪就可以了 又是九杀 腾亚顺了 找寒冰 有寒冰当然更稳了 由于小桥火攻 由于小桥 为什么挂腾甲 小桥火攻是火攻不中的 他想破腾甲 他只有火杀 对吧 所以你就不用怕他 他火攻他根本攻不中 当然了 有更好的防具 你可以挂更好的防具 对吧 这时候由于只有一个桃子 我就不打他了 继续憋 总之呢 你就慢慢打 他是打不过的 这我肯定不会拍的 就是看看牌而已 一会打着打着 要不战而去 人之兵 一会估计他自己就 挺不住了 他打不动我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肯定是 立于不败之地的 我不进攻 他打不穿我的 小桥没有摸牌器 你这两回合摸一张 杀得不错了 打着打着 你排查就出来了 对吧 你看 他只要中一回合兵 这一下就三张牌子排查 这远胶也不用开 继续压他手牌 这不多杀牌就来了吗 慢慢慢慢 多杀牌就来了 你就可以搞他了 对吧 千万剑 看他怎么打 在决斗 你有个杖八吗 所以不怕 压他血就好了 把他压到一血 你说他怎么玩 我神装 我把他压到一血 他还能怎么玩 然后继续攒牌就好了 韩冰也来了 OK 但他彻底没得玩了 我估计挂上韩冰 他也就该投了 稍微快进一下吧 他已经放弃之了 总之呢 这局其实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合理的放弃队友 你要强暴了队友不放 最终就是你俩一起脱下水 叽叽死必打 再看一句 这局也是我打的 这局这两队组合 从强度来说 那肯定是理点曹皮强了 当然恐龙独赛也并不是不能玩 什么大群雄的这种 那个铁三角组合 配合起来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独赛的生命力比较强 都可以吧 这个就看心情了 当时看你当时的心情 是想选大群 想选大卫 然后当时我选了群雄 其实有两杀一伞 有一男蛮 不错 防御还是不错的 前面两个人都没有动 然后这个人 我发现现在大家 首先议论的话题都是 大嘴 他挂了腾甲 这个人就问他怕了吗 怕了吗 明显是在说腾甲 大家 大家都喜欢议论大嘴 吓死宝宝了 居然也 是在说上局吗 上局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上局又不是跟他们玩的 男蛮可以开 群雄的话无所谓 群雄看着男蛮没什么软事 然后顺便试探一下 刷一下 好 容易杀一决都挂个简 一马过了 OK 他们讨论的还是蛮热火朝天的 188 直接看了一下下降 OK 然后装备全挂上 手牌没有一出 全挂上装备 一般有人就爱这样 如果他 就是说 他不是说那种手材就点了 这种情况下有几种 要么就是香香 他想消机 要么就是寻遇 他想截命 要么就是诸葛亮 想空城 当然如果是我 我是这几种武艺 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你保持手牌多是好事 前期 前期你不要 首先你不要暴露自己的信息 其次 你有手牌 别人未必会打你 你说你刻意空城 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的 或者说刻意截命 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当然这种理论 就见识在这个人 不是什么 逗的情况下 然后这点威 刚才跟那个160 聊的这么嗨 然后直接出来 就一顿干 我靠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变脸 比翻书还快 然后他也看了一下下架 看着他直接顺了下架 那你这不是作死的吗 你这个情况下 首先你不卖 就已经非常不是位了 其次你不 你不惹点威 你就去惹下架 还看了人家 不是作死的吗 你惹一个人还不够 我们还要惹两个人 等下这个人跳了个飞位 对不对 你要是不是 你看完了 不顺下架 下架肯定不会打你的 你至少不会 至少不会这个的死 对不对 我的妈呀 结果之后是个国家淘淘 你说你这 那你这就怪不了谁了 只能怪你自己 那你这死的真的不圆 只能怪你自己 你怪不了点威 你点威打三选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不慢 人家干你 现在只能说明160非位了 他说第二下来不及预量了 你第二下预量也没什么卵用 你第二下预量点威 两点输出已经打出去了 好 这人直接看了一个AOE 我还是怪家一过就可以了 好 结果这孙权鲁素 不知道卫毛突然就出来了 难道他有预感是他们大无 还是或者说他想抗大卫 其实从理论上来说 这孙权鲁素这回合 是不应该出来的 本来就这么嘲讽的武将 他是想打死点威 还是想让他按将 看一下吧 他去打点威了 好吧 看看点威有没有命活 结果这一下 撸啊 这一下撸我也没看懂 你怎么就知道 你怎么就知道 这个人一定是无 当然了 这个人至少不是位 所以撸给他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他咋过位 至少他不是位 结果点威神勇的活了下来 那点威估计就是做最后一击了 没什么好说的 哎 吃了个桃 还想活吗 他看这个人拿着顺手 不想要的顺 把牌都打出去 不对 不是看顺 应该这个顺手是他知道的 应该顺手是他的自己的牌 然后这个人又去打点威 别着看 这他妈 这个人难道真的是无果吗 这就有点害怕了 他去拆了一下斧子 这个说明不打什么 下防具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吗 而169个也跟上去杀92的 这169的肯定是有身份的人 不然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有鲁素的情况下 你还去乱挙 乱忙挙别人 放着鲁素 所以这个人 吴国的嫌疑比较大 这回合我是不想暴露身份的 扔个闪过就可以了 这还是要酒杀 非要带走点威 多大仇 说实话 这时候肯定没有人救他了 已经不用酒杀也没有人救他了 这下来看 这台局势比较微妙的 我当时心里就非常担忧 是大无果 其实这局精彩的还在后面 然后这175就拖完了 这名字什么乱七八糟 我还不认识 好 169 知己这笔92了 OK 那他俩很快就能 显现出身份 好 他俩互相开始打了 不卖先标个非位 那也就是说 他俩是对立的身份 这身份现在不好说 再继续观察一轮 这时候我就选择亮将了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恐龙 没什么嘲讽 我就选择亮将 而且我是想亮出来干卤素的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 没有人打卤素 不是什么好事 好 结果对面是我队友 庞德 直接亮将 OK 直接选择干他 他肯定跟我不一会了 那一会就干他就可以了 就算不干卤素 要干他 这我不用掉血 OK 没什么问题 藏着这三个人 对局势的影响非常的关键 国家说吕布你不出来吗 吕布在哪里 结果这个人没有去打庞德 而是去打了他 那这个人就是基本上 非常大概率是群了 首先如果他是鼠位 他肯定不会这么打 他肯定就看看戏什么的 他是无他 更不会这么打了 这种打法基本上就很大概率是群了 看他 啊 这人选择了亮将 好的OK 那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是两无三群 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 我这时候独裁也选择了亮将 没什么好仓的 OE开起来 这手牌给不给都难受啊 这好难受啊 闪电挂起来 因为当时我有预感 很可能就打不过了 提前先把闪电挂上 然后扔出去一个桃子 给这个庞德 把这个桃子分算开来 防止 防止他 就是一下撸走两个桃子 这就亏了 看他另一个叫什么 画图 好的 还能苟延参产一会儿 这时候就背歌好了 你看 这还是那个所谓的铁三角 看一下160吧 他不亮将 不亮将 他去杀岸将 还没有杀鲁肃 这种情况下 他肯定不是群了 他他基本上 要么就是个蜀国 不想亮 要么就是个吴国 什么那种 没技能的 我们现在赶紧要打死鲁肃 不打死鲁肃 没法完 当然铝蒙 铝蒙先快死了 应该那就先打铝蒙 也是可以的 这时候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技能 如果有技能 就赶紧亮将 干铝蒙 干死铝蒙 咱们三打二 最起码三打二就赢了 你要是群 你要有技能 这时候一定要亮 不然很难打的 这有空城了 这就不好玩了 这时候我是希望 我杀了他一刀 我是希望能把他披死 压抑他血 保证闪电 披死防止再有淘酒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他死了 我们就稳了 结果这没办法 这我牌用不出去 肯定被撸了 心都碎了 心都碎了 张脚在哪里 燃并完 并没有张脚 燃并完 并没有张脚 我这几张牌 我都不想扔 所以就没有背歌 狮子防闪电 简易可以弄鲁素 我成功的帮助 华佗转移了攻击目标 去打鲁素 袁绍双雄上一轮就该亮 这轮他是被冰了 上一轮他 吕蒙那么残的状态 你上一轮就赶紧 亮了 摸四张牌弄死他 这下死不了了 因为他手也是我的 一个闪一个桃 我知道他的牌 这个回合他并没有吃桃 不要把我鲁素 这肯定是对的 这时候我为什么没杀他呢 因为我杀了他把桃出了 就一会他又可以撸啊 什么的 我就故意不想让他出那个桃 让鲁素不好撸 他去选择杀化作 背歌一发 给他一个红的 你倒是贿赂 这真的是贿赂 果然僵尸猴 选择了亮将 后都不录了 开始出来干了 就是个无果 这种局面 其实我们输的概率非常非常大 结果这话都还得批了 你当前这种局面 觉得我们还能赢吗 就很难还难赢了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不能放弃啊 这个袁练哨也是没有放弃 看一下干净怎么打 但有个好处就是他不太敢拆我 拆了一发 冰了一下 手里还是一闪一桃 看他敢不敢吃桃 他还是不吃桃 好的 就压着压着他 我故意留了三张 让他两张 想让他去撸 万一他 对吧 添渡了呢 北戈一发 这时候就要靠袁绍的射了 多点打击了 不然我没有输出 能不能射 不能射 那就继续杀鲁素好了 看一下干净 解刀杀人 解刀杀人 继续拆 应该还是全拆光的意思 还是留一闪一桃 那就是应该一闪一桃 还有一张应该是个红牌吧 继续杀鲁素 这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三张牌 更没有必要去无脑挂装备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无脑防鲁素 他开始搞我了 这一合合我并没有选择闪 因为我闪了 我觉得他是不会背歌 他肯定不是 他是不会怪师傅的 因为他们要求稳 他肯定有防御牌 我故意不闪 因为我有狮子吗 我可以回血 我就希望 这回合能背歌出一张关键牌 黑桃或者梅花什么的 然后而且让这个 或者我还给袁绍一张牌 让袁绍多一张牌 结果他选择了撸了一发 撸一发 其实我那堆烂牌真的是不亏 这里面最关键的一张牌 是一张万剑 我们需要的是群体锦囊 对吧 好 OK 非常好 别的牌都无所谓的 你给孙坚 孙坚也没什么用 哎呦 这个桃源当时我心都碎了 这鲁蒙手里还是一个闪 一个 还有 还有鲁蒙还有一个桃 好 这时候鲁蒙把桃源吃了 OK 就 就等着 又又等着撸我了 结果我还是很有可能被掠 这很悲剧 怎么办 我故意把闪和过拆给这个袁绍 当然他肯定还是得撸我 又把我的两个桃 一共掠走到四个桃 真的是 心拔两拔两的 但是我们还在坚持啊 真的是还在坚持 苦逼一样的坚持 他这时候杀我不敢杀袁绍 因为他怕杀袁绍 让袁绍摸牌 因为袁绍摸牌非常恐怖的 这时候干净收尾的 有我的两个桃 我是知道的 第三个桃 他拿走南蛮 他拿南蛮是对的 因为南蛮是多点打击 这一个桃的话无所谓 看他这回合怎么玩 好 这回合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大家可以看 他宜在牢刷掉了两个桃 他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我就觉得现在稳了 无脑空城 因为我拿了一个桃 他就看到这个桃的诱惑 想一会让鲁绍摸我 这轮他正确的打法应该怎么打 就留桃 留着桃保住鲁绍就赢了 不需要无脑去搞 你开宜在牢 把牌子刷光有什么用啊 你就前期也不用 你应该他不是有宜在牢吗 他就先开宜在牢 一看开出两个桃 加上原来那个桃 用三个桃 你就把三个桃都留住 也没必要去拆 肯定有 这一下 可能瞬间就给了我们机会 秒掉鲁绍的机会 OK 我看到连弩 我就看到了希望 就是有的人总喜欢 为了配合鲁绍这种无脑空城 或者为了防鲁绍无脑空城 这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有的时候是有必要 有的时候是完全没必要 就是无脑空城配合鲁绍 或者是无脑空城防鲁绍 这下鲁绍如果死的话 我们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因为瞬间的手里牌 我是知道的 他没有逃 只要我捅死鲁绍就死了 然后干净打出了点点 鲁绍留牌是他的问题 但是怪你 你也有问题 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问题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 打死丹宁 围观瞬间 就好了 围观瞬间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瞬间打到不屈 然后我就保鲁绍就行了 然后瞬间不敢杀我 这时候我为了把这张连弩 杯哥数学 给袁绍 所以我就没有闪 选择了杯哥 我这样的话 就是让袁绍最大可能 打死干净 不让干净动了 也不让干净有吃菜的机会 假如干净吃菜 我们就输了 就让他必须把干净打死 所以他杀我 我肯定掉血 不闪了 杯哥 给这个袁绍盘 好的 这一下决斗 把这个干净带走 一局不可能赢的局 本来是三人围观 两人 现在变成我们两人围观 他们一个人 接下来就稳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怎么打 其实正常理论上就是 给这货打到三血 不管他 然后我们就打人摸牌 因为他到三血 他没地能 他要每个都摸两张牌 我们每回合摸四张牌 而且我这还有杯哥配合着 我们把状态都养好 养成神装 手里都各种 无限什么的 hold住 然后再去打他 他是必输的 对吧 不需要着急 不要着急帮他开技能 如果你不着急帮他开技能 很可能把袁绍一轮扒光 然后干死袁绍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很危险了 就稳住 稳住 反正孙坚又不敢吃菜 他肯定先杀袁绍 对吧 其实给他打到两血都不好 这样都每轮都有收益 当然了 好处是 这个孙坚现在只能扒 这样 现在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孙坚没技能 就是 好处就是 他不能扒我 他只能扒袁绍 他杀都是副手艺 没什么争收益 我们不鸟他的 给他打到三血可以 兵顺 反正稳着打他 肯定有不了的 脚不着急 但是后面 袁绍好像有一会儿 有点着急了 好 翻面了 可能是 可能是他看见翻面了 就开始着急了 开始去搞了 结果呢 他妈的 判定也不给力 就搞了一下 结果没必要乐 下额再乐 先把牌给出去 打到不去也行吧 现在这种情况 打到不去也可以吧 我就有个乐 他肯定去拆袁绍 他也不能拆我 拆我没什么卵用 拆我把牌都给袁绍 袁绍一顿 判定他就死了 其实现在他已经没机会了 杀不死袁绍了 你就八关了也杀不死 还得顶着杯戈杀 又翻面了 那也不是等死了 投了 你看到翻面 投了 这局就是 还是不要放弃 然后抓住敌人的弱点 敌人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对吧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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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